今日的ET各股推介是阿里巴巴9988 简算原因是公司将在11月16日公布截至9月底为止的季度业绩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收入按年增长4%至2093亿人民币 经调整盈利跌3%至295亿人民币 内地头9个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按年上升6.1% 升幅较头6个月增幅5.6%加快 中金指出消费收服存在不确定性 预计阿里巴巴国内零售商品的成交额在89月按年增速基本持平 憧憬中概股审计过关和美息上升放慢 阿里巴巴近期由低位反弹1.5%收报69.7% 策略上资金追捧下大使反弹有望延续 大声市理据例如憧憬防疫限制放宽等并不稳固 已经持有阿里的投资者可以参考上星期五低位64元作为止赚价 上方目标是看10月初的高位85元 未有货的就不适宜追入 tale i 2-3-4-4-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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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